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女团TWICE成员Ciu和2018年平昌东京奥运会拿下金牌的 刚驾雪车国家代表云森柄之间的恋爱传闻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3月25号,娱乐媒体Sway报道了Ciu和云森柄已经交往约一年多的消息 并指出,两个人是透过朋友介绍认识,并发展成恋人关系 他们住得很近,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经常往来对方的家中享受约会或一起运动 对此,Ciu和P娱乐对媒体表示 由于涉及隐私问题难以确认,请谅解 云森宾的搜索公司也表示 因为不是现役运动员,所以确认私生活事项有点困难,尽请谅解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考虑到TWICE的地位,我觉得他们现在可以自由恋爱了 他们辛苦工作了10年,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明星 只有应该享受生活,做演唱会,谈恋爱,开心的生活 这10年真的辛苦了 虽然是出乎意料的组合,但机会也给人一种健康美的感觉 我想象了一下,他们还真的蛮搭配的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愉悦的组合,真的很相配 如果是真的,希望他们能幸福 看了PitchCurveic节目,云森宾这个人真的不错 这个节目是挑战体力极限的形式 所以自然而然的会暴露出参赛者的一些小动作 谈吐和对待他人的态度等 这些都很容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但我记得云森宾没有受到负面反应 感觉他们会在一起运动,会很健康的约会客客 作为TWICE的队长,Ciu非常努力地带领着团队 所以听到他的恋爱消息真的很开心 希望他能幸福并得到美好的结果 目前在韩网,除了少部分故意抹黑的黑粉之外 大部分都是正面的评价 所以对于TWICE既有的恋爱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